下面咱们就讲什么 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通过这个程序 是不是成功的发送了一个数据啊 那么接下来咱就研究研究这个B 它到底里面是什么 看着 如果 如果我想在乌版图里边 查看查看这个程序 查看这个字符书 或者说我想用一个简单的调试语句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或者说我想验证验证 某个语法到底对不对 怎么做什么 原来你所写的所有程序 都在批发上面里面写啊 不用了 在乌版图里面就相当给力 给力在哪了 如果你当前路径下 注意听是当前你看得见的路径下 有这个程序 你就Python3 写上01运行 如果当前路径下 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 你运行什么呀 运行不对 所以说先通过CD跳转路径 跳转对了再运行 好好看看你的路径 很多个同学都脱了 那接下来干净什么事呢 Python3 后面如果是跟着这个真正的文件名 OK 那就用Python3运行这个程序 但是如果我要是Python3 后面没有跟着程序 你看看我的效果是什么了 走 321 这是什么东西呢 打开了交互模式 对啊 交互模式 现在在运行 那么比方说 你写上一个F判断 F1等于1吗 你写上对吧 踢保键 写上 来回车 如果1等于2呢 不成立啊 评定这个条件就不执行了 那么接下来没打印东西 G 如果你通过VRM Python3 写完了代码 你接下来想运行 直接Python3 空格 写上这个文件名 但是如果我接下来想验证一个语法 比方说我那个字不串 对不对 我if加上几 或者是谁 对不对 我就可以直接用交互模式 这个知道不同吧 这叫交互模式 这叫交互模式 怎么退呢 Exit 加上一个括号 OK 退出来了 怎么退 Exit 退出来了 但是呢 我教给大家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Python3 它确确实实是后面没有跟到东西是交互模式 但是它怎么用呢 iPython3 Ubuntu里边前面带着iPython3 注意听 我说一点 Python Python3 我给大家解个图 Python3 这样 这是运行程序 Python3 这样是交互模式 Exit 退出 然后iPython3 这也是交互模式 我接个图 给大家放在这 接个图 用Python3 用Pyts3 运行 什么 点Py 什么 什么 点Py 然后 第二个是 打开 Python Pyts3 的交互模式 用来 就是交互模式 是干了 用来干什么的呢 用来验证某个 或者是某些知识点 是知识点 然后这个iPython3是干什么的 比Python3的交互模式 高端 的一种 交互模式 能力一步 想说什么了吧 简而言之 运行的时候 还是Python3 交互模式 我用Python3也行 iPython3也行 能力一步 说什么意思了吧 OK 这个图呢 就给大家截一下 放在这 那么 iPython3的交互模式 是我极力推荐 大家可以使用的 iPython3的交互模式 相当给力 它可以自动补权 直接用 相当爽 这就是iPython3 而且还支持 清评 LS 这都可以 你听我说什么了吧 交互模式 来什么 我刚刚不是想要给大家说明 那个带B的字幕说到底是什么类型 咱们在基础班的时候 学没学过Type TYPE干什么呢 X类型 对 Type100 哦 Intel类型 Type双引号100 是不是字幕说类型 Type 然后100 是不是也是字幕说了吧 我前面写上个B 那大家看 什么类型 是不是Bite类型了吧 Bite 就是自己的意思 Bite类型 就是按照自己的进行 推出的东西 简而言之 咱们 Python 程序里边 想要用Python3 发送一个数据 决定 Python3 发送一个数据 用Cent2 发一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地方 必须是Bite类型的 第一种解决方案 直接在字幕串的前面 写上B 但是写上B 不够通用 接下来 我要写另外一个程序 同众 咱们写另外一个成交 Copy 01 写一个程序 叫做02 02 发送任意数据 发送任意数据 给 Windows 中道 调试 住手 点Py 好了 我拷贝 亲朋们 我刚刚是不是拷贝了一份吧 拷贝了一份 是不是这个 这个程序 是不是来了 VRM02 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这个程序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 我怎么办了呢 我这个地方 干一件事情 你既然想要发任意的东西 同众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任意 什么就是任意 我打开QQ 我想发什么 还发什么 你管得着吧 对吧 我择运行程序之后 咱们怎么办 从键盘 获取啊 数据 请问 接下来把键盘输入数据 拿到这个地方来当做 探数发动 请问这个事实笔记解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比方说 input input 请输入 要 发送的数据 输入完之后 咱们找个东西囤起来 咱们找个东西囤吧 那这个东西比方说 send data 找个变了囤起来 那找个变了囤起来 请问这个地方 还能写B了吗 因为你这个地方 是在了四伏串 可以直接写 但是我这个地方 在这变了 你能把B写在变了前面吗 那打着它不行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了 这个也不能要 YYP 是吧 YYP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把这个地方应该换了什么呢 你变成变际模式 你删了 还是原来那种算数方式 删了它之后 写什么 send 下滑线 data 请问能直接发吗 为什么不能 input在派出单里面 获取的东西 是不是以字符出来囤出来 所以说还是不行啊 点儿 我怎么才能变成 Binx类型呢 除了字符出来 前面写个B之外 incode 然后在这个地方写上 UTF-8 UTF-8 是一种编码 我简单说 咱们是不是有了解吗 大体了解我 是吧 简单说 就是一种编码格式 支持全球的语言 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记 来标记它 否则就出错了 中文用001来标识我 只用这个 001中文标识我 001在俄罗斯 就标识有可能另外一个字 那就乱了 UTF-8 即unicode的码是全球可以都可以包括 就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来大家再看 Python3 02 我运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得把这个网络提示住手也打开 放到这儿 运行 8080 好了 我把这个网络拖一拖 我把这个网络拖一拖 来怎么做 如果是发送方 发送的 最后我将来给大家找规律 找规律 不要背代码 谁背代码 谁将来发展就不好 打开怎么做呢 如果我要是一个字符串 你不是说发不懂吗 我在前面写这个B OK 结了 但是呢 我这个数据它不是写好的 是任意的 我肯定找变了同样 那么这个时候你咱们自然而然 是不是不能再变了前面写B了吧 怎么办呢 写上你存准都不出了 那个变量 点 Incode Incode翻译为了 叫做编码 叫做编码 编成什么呢 有点发 好了 发过去就完了 记得我想说什么了 好了 这就是发送 来什么 如果我想循环发 你知道怎么做吗 你把哪些外出 你把哪些外出 把这些外出 还是把什么外出 是把这一拖给它外出 给它扑起来 是不是接下来就随意发了吧 这个是不是解了吗 也就是说 我想给你做一个聊天的程序了 我给你发 哒哒哒 外出 那有人说 东哥你想推出的时候怎么办呢 在末日 你敲上个exy的推出 这行不行 这不可以了吗 来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做了呢 先copy一份 copy02 03 什么呢 这个循环发送数据 点py vm03 打开 同学们 按着咱们刚刚的理解是 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 wiltru wiltru 是不是给它套起来 来 按一下esv 大v 选中 往下翻 翻完这套怎么到 到这 怎么到 我说了大v选中一行 你往上往下翻 是不是选中很多行啊 一个大于号 sift大于号 走 进去了吗 sift大于号 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请问 这个事是不是接下来 我就一直发了 你看啊 python3 python3 03 都请 接下来他说了 请述你要发出的数据 一 二 我这个地方看不见了 同学们先别发东西 我发 我先把它关了 关了 我再开一遍 这个你课下的时候 再用 我在演示的时候 先不要 不要影响 来 好了 放这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个 有空 是吧 这个 如家 是吧 不许这个道理吗 七天呀 四五八呀 是吧 你懂的 老师们 数据是不是就过去了 请问 我什么时候退啊 一个程序 如果一引起来之后呢 咱在皮卡插面里边 是不是点了个红 红按钮 退啊 我在这里边 按Ctrl C Ctrl C 结束一个程序 Ctrl C 结束一个程序 能力有意思了吗 好了 记忆委员 就这样的 如果我想把这个程序 在升级升级 想把它升级成 我可以退的 你的Ctrl C 什么是强者观呀 你这个太狠了 怎么做呀 Copy 03 04 带有退出功能的 循环发动 点PY 好了 VIM04打开 来 打开它之后 怎么做呀 你先获取 如果输入的数据 是Exit 那么就 退出程序 来 怎么做 if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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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滑线 Ctrl N 对吧 data 等于 Exit 那么 怎么的 break 还是continue 为啥不用 continue continue是这一次 接下来的 Valto下面的代码 不会指向 但是是不是 接着执行下一次 但是break 是不是这个Valto 是不是直接退啊 对吧 好了来 看着啊 咱们的演示 把这个 哥们的代研究 Python304 走起 请数学发的数据 EE 过去了吧 BB CC DD EE FF 读过去了 那么 Exit 是不是退了吧 所以说 这个程序 是不是带有 这个循环发动的功能 而且我想什么时候停止 我嘎嘭 是不是就停了啊 不用再按 Ctrl C了 Ctrl C相当 就相当什么了 强制干死它 干了这个程序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咱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什么 你告诉我 发数据吧 那既然有发 你怎么着呀 有收才行啊 来 接下来 我带咱们大家 咱去写一个 咱们就要收 数据 好 好 好 咱们就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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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要收